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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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 我肯定猜不住 算了 不晚了 再来一次吗 二少爷 我眼睛都没眨 一直盯着 可是两天一直没看见人 那你就继续给我守着 我就不相信这个死丫头 能藏在吴家东院一辈子 少爷回来了 你拿这些东西干吗 这 周莹不是不回来了吗 这些东西扔了也可惜 我打算送给下面的促使丫头 谁跟你说她不回来了 她跑到天边 我要把她抓回来 那 留着 留着 等我们把她抓回来以后 先抽死她 再一起扔出去 这句啊 是最关键的 五字商训 天地人神鬼 天为先天之志 经商之本 周莹 这句很重要 那 你要一定要记住啊 周莹 我说你是咱们学徒房 算账算得最快的 江福奇非说是她 她说是她 那就是她呗 那明明就是你最快 是不是同学们 周莹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你 怎么着 比一比啊 比就比谁怕谁啊 我没空 没空 去舍家伙 没空还是没底涕啊 差了吧 是真的 我让你一下 你还当真了 那就比呗 伙计们 有比赛了 快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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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局了 快来 伙计们 快来 谁出题 谁出题 小王 你为人最公平 你来 行 小王出题我也信得过 那好 那我们就以三题为限 答对两题者为盈怎么样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伙计们 我赌周莹胜十文钱 有没有人敢跟我赌的 我跟你赌 来来来 我赌小金莹 放马 过来 我更靠我周莹 我赌周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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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赌二十万 来 我赌周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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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莹 全靠你了 你千万别让我们输啊 输了算我们的 赢了一人一半 好嘞 行不行啊 还比不比啊 小王 出题 好 第一题 一百馒头 一百僧 大僧三个更无争 小僧三个 分一个 问大小和尚各几丁 七十五个小和尚 二十五个大和尚 周莹答对了 太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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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一道题 第二题 延东松柏树 班鸠夜来往 每树握三只 还有五只没去处 每树握五只 空了一棵树 请二位算一算 鸠 树 各几数 六棵树十八只鸠 错 五棵树二十只鸠 小 小姜队 好 好样的 算错一个数 没事 没事 还有一题呢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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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题 韩信练兵 每三人一列 于一人 每五人一列 于两人 每七人一列 于四人 十三人一列 于六人 问韩信最少 多少兵 四八七 四八十七 四八七对 但是中营更快 中营赢了 来 来 来 我就收拾了 滚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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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这小高死了 停 别动 别动 小姜 你赢了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明明是你赢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算出来 是邵东家给我的提示 邵东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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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算账比我快 我心服口服 周永 你怎么害我 找人不起 过两天我就还你 也会定啊 拿去 生孩子 别家常事啊 邵东家 明明赢了 怎么要认输呢 不是你教我的吗 做人得讲誠 性 不错 我